想不到进口自中国的棉花 居然能对欧洲生产炮弹 产生极其关键的影响 小小一朵棉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是不那么起眼的 但在军工生产领域 却是极其重要的 可以说炮弹想要飞出炮管 就绝对离不开 以棉花为原材料的化工品 如今的俄乌战场 炮兵是交战的主力 在一场接近于一战模式的 漫长消耗战中 炮兵就是毫无疑问的战争之王 俄军的炮火优势 是明显优于乌军的 火炮数量是乌军的5倍以上 在部分局部战场 甚至能达到10倍 根据美媒CNN 于今年3月的报道 北约官员表示 乌军平均每日发射的弹药量 为2000发 而俄军为1万发 双方为了维持这样的弹药消耗 就必然需要扩大炮弹生产的规模 在这方面 俄罗斯的实力是远超北约阵营的 俄罗斯的炮弹产量 目前为每个月25万枚 每年300万枚 而整个北约阵营的炮弹 年产量只有120万枚 甚至很难说 这些弹药能够全部供应给基辅 毕竟各国也需要维持自己的弹药储备 那再强调一下 这个数据是美国媒体CNN 援引北约官员的数据 如果简中亲屋人士不信 那就自己去找美国人核池去 那生产大口径炮弹 除了弹头里的炸药以外 还需要发射药 其作用就是将弹头 从炮糖里给推出去 这就需要使用到消化棉了 但不是所有棉花都适合用来生产消化棉 只有棉短绒才行 棉籽也就是棉花的种子 在棉花加工流程中会被分离出来 而棉短绒附着于棉籽之上 那包下来以后 就可以用于生产各种关键物资了 总结一下 炮弹要发射 就要离不开发射药 发射药是离不开消化棉 消化棉离不开棉短绒 中国的棉短绒离不开新疆棉花 欧洲的棉短绒更是如此 负责主要生产欧洲各类武器弹药的德国企业 莱茵金属公司的CEO阿明帕伯格就表示 欧洲70%以上的棉短绒生产 依赖于中国 而在全世界范围内 中国产的棉短绒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中的49.3% 还记得美国人和欧洲人几年前搞的 这个所谓新疆棉花生产 强迫维族劳动的抽象烂活吗 那大家猜猜为什么被推到台面上的 是那些服装纺织企业 而那些欧洲军工企业 都低调的跟死了一样的 那按照他们这种混乱逻辑 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新疆的棉花只要是穿在全世界民众身上 那就是低贱的 那只要被欧洲国家用作炮弹生产 那就是高尚的 那真是应了师大臣礼的那句话了 军火贸易是政府中最不该细究的问题 那如今 欧盟在弹药生产上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消化棉供应量严重不足 消化棉的生产 并不涉及过高的技术难度 主要问题是生产安全和污染能耗 生产安全做不好 就会发生爆炸 那工人被炸死炸伤势在所难免 这个风险很高 所以在常年没有大量缺口的情况下 欧盟在这个方面是逐渐去产能化的 只要没有大规模陆地战争 那么通过外貌也就足够用了 但现在 俄乌战场的裂阻 要求欧盟大量生产弹药 这就要面临消化棉供应不足的问题了 消化棉 我们中国确实是有在出口 但2022年 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后 这个方向的需求就暴涨 我们往这个方向的出口量 之前是零 现在也是随之而大增 当然了 消化棉也未必一定是军用 生产火箭燃料也是需要的 俄罗斯也是航空航天大国之一 但消化棉的出口量总归是满足不了 生产上的全部缺口的 各国都得想办法各自扩产 总之 欧盟虽然跟着美国人 炮制新疆维族问题 制裁我们的棉花出口 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影响到 他们的军工企业 棉短容这种战略资源 他们还是从中国进口的飞起 即便这些棉花主要来源于新疆 那么这就不禁令人好奇了 如果欧盟想要跟着美国 对我们搞贸易战 我们是不是能在这个方面 找到反制的抓手呢 这个只能说 希望欧洲议会好自为之吧